可是他現在又不派車了 他不派車了 對 然後所以 關懷中心已經打電話就好了 好 那你接 謝謝 派車跟集點到不一樣 因為中間有路程 所以他後來打電話給他 才知道說關懷中心也幫他派了 白色小單 工程寫滿資訊 收集確診後 立刻送到隔壁間交給專業員工 已經送馬接了 因為很緊急 那麻煩您幫他接為禮 現在一天來來回回 四五十趟跑不掉吧 我說我是檢察長 就兩天跑 對 身高不到一百五十五 做好事 腳步比誰都勤 易德媽媽十七年 中間請假回花蓮 接待大體老師家屬 結束後又趕回來接棒 隔了一天 觀察自己的身體有沒有健康 好了以後我就又回來 來承擔這樣一個任務 我們到家天天照顧我們的健康 一大壺本草飲防疫茶 暖胃又強生 來自年近六十五的媽媽心 有的人體質比較寒 所以加一張薑 三十多個日子來大早起床 親手熬住 我先用薑熬了五分鐘以後 再加本草飲進去熬十五分鐘 然後再給它悶燒二十分鐘 要先跟它聯絡喔 關懷中心開通來 坐鎮新北衛生局沒有週休 媽媽心電話卻一度接到委屈低潮 他就是一直罵啊 你幹嘛 你幹嘛 你們不要來接 你們怎樣 可是後來想一想也是啦 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準備好 其實也沒得準備 因為你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歷練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可能遇到的事情會是怎樣 靠著天天早課 晚上拜禪 憑至口中送念的不為自己 所以我就想說要回向給他們 但當我拜下去 然後結束起來神奈差那 其實我自己就有一個聲音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受他們的情緒 和影響自己 就是剛剛跟你講的 我沒有計時用心 你就沒什麼時候去隔書啊 對啊 一個多月下來沒有被擊退 心反倒更篤定了 所以很感恩啦 真的很感恩在這一段的期間 磨練 對 磨練自己 帶一視頻稍事節 李建寬 台北舞蹈